又到科技搶先報的時間 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科技搶先報 2016年CES國際消費電子產品展 明天就將在拉斯維加斯開幕 作為世界第一大消費類產品電子展會 CES上不僅會總結上一年度的科技發展 更會是新一年電子數碼業界的風向標 而今年的CES又會有哪些看點呢 就讓我們先讀為快吧 每年科技界巨頭們都會齊聚拉斯維加斯 向人們展示那些難以置信的科技產品 在去年無人機成為了關注焦點 而在今年又會有哪些令人興奮的 創新產品出現在CES大展上呢 可穿戴智能手錶 與最新電視技術自然不會缺席 像是索尼 夏普等大廠推出的新型電視 必然讓你眼花缭亂 而LG更是會展示一種像是報紙一樣 捲曲的高清電視 雖然這種電視還只是一種概念產品 但其背後的科技卻足引發電視產業的一次革命 還有新型汽車 總部位於南家的電動汽車公司 Faraday在CES上發布了他們首款概念車型FF01 這款擁有著科幻外形的電動車 號稱擁有1000匹馬力 時速0到60英里加速時間不到3秒 最高時速可超過200英里 作為消費電子業巨頭 三星在今年的CES上成為了科技潮流的引導者 他們推出了三個足以改變人類生活的科技項目 首先是新代客穿戴智能產品Welt 它看起來就像普通腰帶 但其背後卻隱藏著智能感應技術 可以追踪使用者的健康狀況 對腰圍 飲食 行動等數據進行記錄 三星的虛擬現實控制器Ring 也將在CES上現身 這款設備類似運動手環 控制器可以識別用戶的多種操作動作 例如瞄準 射擊 旋轉等 如果與虛擬現實頭盔結合使用 那麼控制器帶來的虛擬效果 將有著巨大的應用和功能潛力 此外 三星的TipTok產品也很有趣 它主要用來讓人們在接聽電話時 擺脫耳機的束縛 人們只需要輕輕地碰一下自己的耳朵 就可以聽到話筒中的所有聲音了 是不是很酷呢 雖然上述這些新產品都是概念性的 並不會向市場推出 但每一項科技產品的創新 都是從這些看似不可能的概念 原型產品中演化出來的 或許這些科技在不久的將來 就會出現在普通人的身邊了 이것도以及便利用很多口 隱血去到便利用